我们知道以前的互联网金融 我们说起来的话 为什么大家都不用护金这个词了 别人说你是搞护金的吗 人家的回答是 你才是搞护金的 你们全家都是搞护金的 那已经变成一个骂人的话了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他里边的骗子太多 然后他里边的风控系统很差 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金融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控制风险 那我在想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那个说到这个尤鲁斯银行 我们知道尤鲁斯银行 它的利率是很高的 我在想这个普惠金融 我们要给一些人 比如说假设吧 我们做一个假设 我们要给四川梁山自治州 遗族自治州的人发钱 就是给他们贷款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抵押品 你也很难知道 他的信用到底怎么样 这个是最难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是 调查 找到信用风险控制的方法 并且提升它的利率 就是说 当你要找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 你发现你控制风险 你必须要增加利率 那这个时候 你到底该怎么办 我是增加到24%呢 还是增加到36%呢 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我记得我是问过唐总 那么在做金融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人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你对面对着他 你不知道他是谁 更加不用说 你根本看不到他 然后就是通过一个网络 通过一些数据 你来做一些 关于信用风险的判断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一本 那个美剧 叫做别对我撒谎 这本美剧呢 就是讲通过微表情的分析 来分析一个人 大概什么时候是在说话 那么通过微表情分析的话 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是圣人也罢 估计十句话里边 有三句是谎言 即使你是一个圣人 那么如果说 放到中国的金融环境里头 那多少句话是谎言呢 我估计得 我乐观一点的估计 五句话是谎言吧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一般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客气 我们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吃饭了没有 那你为了怕让我请客 你跟我说吃过了 这个东西无关紧要 但是我问你 我说你结婚了没有 你说你没结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信用的问题 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 从户金出台 然后是大家都支持 然后到今天烂大街 只能说明一条 就是中国的信用的风险控制系统 太烂了 这个真的是很烂 那包括现在买产品 这个是刚才小波提出来的 马桶盖的事情 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 然后明明是在杭州那边生产 在萧山生产 然后中国人还要去买 中国有的企业是把 我记得有一家企业是 他把他的小家店先卖到日本去 然后再拉回来 我说你吃饱了撑了 你为什么要卖到日本去 然后再拉回来再卖 他说很简单啊 因为中国人不相信啊 我只有卖到日本去 中国人才相信 你做的是好东西 所以他宁可亏本 他也要卖到日本去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很简单的是一个 信用折价 当我无法区分你的信用好不好 比如说在场的住人 我有一种很好的办法 来区分你的信用 那行 那我给你的这个成本 大家的成本都是最低的 但是在座的诸位 我基本上我不知道 你的信用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你的信用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我要做生意 怎么办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管你好还是坏 我管你可靠不可靠 我给你一个整体的信用折价 所以你发现没有 中国的东西为什么便宜 信用折价 我们刚才说建美好社会 你如果这个信用的折价 这一块不解决 那就不能建美好社会 那我们刚才说 事实上那个是在做什么 非在做什么 在我眼里 他在做金融系统的大脑 也就是说 他在做一个监控体系 那个就跟海康威视一样 是金融行业的监控体系 我刚才在跟这个陈总聊 因为他们就是做 那个金融封控的后台这一块 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 控制风险 金融行业控制风险 有几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是类似于阿里巴巴跟腾讯这样 阿里是怎么控制风险 你比如说我到阿里 去弄个消费贷 弄个20万30万 或者是供应链的链条 这个贷款 那他怎么控制我风险呢 我必须是阿里上面的用户 比如说我用支付宝 比如说我是他们电商 这个淘宝上 或者说我在他们 蚂蚁金服的平台上 买过那些投资品 那我的数据就在那儿生成了 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此前是不是 是不是还贷 那就没有问题了 我记得当时这个 蚂蚁在做那个平台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自己做基金 现在整个要一个 自己做一个平台 就所有的那些金融机构 然后都到他上面去卖产品 你知道夸张到什么程度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我的那个助手已经跟我说 说你看 这个蚂蚁那个平台上 以前卖的最好的是 东方财富网 东财 然后他说你看 只要阿里推上台 然后他的销量就超过了东财 那个时候是快接近东财 然后我就在说 我说这个 那蚂蚁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它的风控应该非常非常好 才对 如果说13亿人都是蚂蚁的用户 那蚂蚁的风控就可以覆盖13亿人 但关键问题是 它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假设说我是一个二次元的宅男 我就看日本的动画片 然后我就点点外卖 然后我也不到蚂蚁上去消费 我也不去买淘宝的那种衣服啊 这些东西 那我都不做 那怎么办 淘宝如果没有我的数据 那淘宝怎么来控制这个金融风险 就是蚂蚁怎么来控制金融风险呢 所以 它做的再大 有一个边界是很清楚的 那个边界就是 只要是你是我的用户 你跟我接触了 我才知道你的信用怎么样 你如果没有接触过 你就是你普通人 我不知道你的信用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在座的诸位 你说 你就根本不跟我接触 然后也不来买我的东西 我就不知道你的信用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那以前我们知道银行是怎么做的 说起来银行 这个我也要吐吐槽啊 我算起来也算银行的大客户了 但是那个银行 那个中国最大的 宇宙最大的银行啊 那个服务真的很差劲 那个理财经理的服务 特别特别差劲啊 根本就不跟我说那个东西 我想那他对待其他人的 这个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为什么 你知道 从来没有任何危机感 不管他做的好坏 他今年是五千亿 明年是六千亿 钱太好赚了 换位思考 如果我也是在这样的银行 那我也不干啊 我好好的过日子 对不对 我就没有去 没有那么多想法 那在以前银行 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大家有没有 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考虑过 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东西 为什么中国人啊 金融 就是中国居民 70%的财富是房地产 然后呢 30%不到是金融资产 尤其是股票 买得很少 以前把股票上涨的时候 买得很多 现在就买得不多 金融风险的问题 就是信用的问题 那有一点 我是觉得在中国 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 我是从金融的润滑计 来理解房地产 假设说 我要办一个企业 我要去贷款 那你这个 你也没有很好的 这个信用分析系统 来看我是不是 是不是要给我 带给我一个亿 那你怎么办 我们中国贷款 唯一的方式 要么有地 要么有房 抵押贷款嘛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嘛 对不对 那么在信用不好的社会里边 房地产一定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看 我们说 我去买一个股票 我去做一个股权投资 投投投投 投半天 我们假设你是1992年投的 你一块钱进去 指数 然后刨除通胀之后 你一块钱进去 你到现在去年年底出来 是多少钱 八毛三分钱 这就是你投资股市 也就是说 你投投投投半天 你发现 这个企业都没了 它的风险完全不可控 那什么样的风险是可控的 就是我出了钱 我是心安的 比如说 有一个房地产广告告诉你 天安门城南二十里的 某某小区的某某号 某某单元几零几 哇你一看 然后把你的房产证 压在枕头底下 你天天都睡得着觉 天天都睡得着觉 所以这个是 你在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你控制风险的唯一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 你像中国封建社会 当时那个你要控制风险 你想要保护你的财富 怎么办 买地吗 买地也有可能被这个政府弄走 那怎么办 当时的办法是 买黄金跟买白银 因为那个贵金属 在中国几千年里头 几乎没有通胀过 明末通胀过一次 其他的几乎没有通胀过 但是到现在 黄金白银 你想现在钱发了这么多 黄金价格也没上去 黄金价格被控制住了 你什么也不能买 那你买什么 房地产 这其实是一种 信用风险控制的结果 如果我银行 我控制不了 这个贷款的风险 抵押贷 这是信用风险控制的结果 那么在接下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那次到 这个飞贷去的时候 我问唐总 我其实特别想 掏出他的秘密 告诉我你的秘密 他就不说 我当时我想知道的是 我想问他 我说在你们这个模型里边 哪一种东西 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人 他的信用评价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贷款给你 我应该是多少的利息 他应该是一整套模型 这就是类似于 飞带这样企业最好的模式 他的模式是什么 他既不要抵押 不像那个像银行抵押贷 他不需要抵押 然后他也不像京东 或者是阿里做金融一样 他完全不是的 京东阿里做金融 我必须在上面有数据 我买了你的 我有数据 然后你才给我 但是他这什么也不需要 他就是一个信用贷款 信用贷款在中国控制风险 难死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最重要的数据是什么 他弄了半天 他死也不说 查到人贺了很多 今年的诺贝尔得奖 得主是搞行为经济学 什么叫行为经济学 事实上是心理经济学 基本上是咱们的经济学 跟心理学的结合 那我们看一个人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可靠 通常他对你很好 微笑的对你 然后如果他对你脸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你就觉得他肯定信用不好 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就是跟这个唐总学了一招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交朋友 有一个朋友 隔三差五 隔两年就换手机号码的 那我肯定就不是我的朋友 因为他信用不好 这个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 但是他有二十几个维度的数据 他每一个维度 假设说你是不是结婚 年龄多少 他占的权重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信用问题 而这个东西在我眼里是大脑 是他们的核心关键 当然他们这个服务到时候推出的 也是这样的东西 也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认为 如果说他把他的这一套封控系统 推广到各个小贷银行 那我相信中国信用贷的时代 就可能真的到来了 而不要像我们这样子 我现在去贷个款 说不定还要我抵押呢 你有多少黄金抵押过来 我给你贷多少钱 现在还是这样子 我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封控系统 能够解决我们信用贷的问题 而现在非带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过去 我下次还希望过去跟他们聊 跟他们了解的这个最重要的关键 那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是 公共不疼 婆婆不爱 政策风险 这个是真的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 支付系统做得这么好 然后他后面 刚才不是说要核算吗 清洁算是央行的 然后核算这一块 你想想看 连阿里 蚂蚁跟理财通 支付宝这些东西 他全都通过网联了 原来他都是自己做 自己跟银行做 他现在你是 你不可靠嘛 对不对 不能让你做大嘛 然后现在所有的 你变成网联的小股东 那我就放心了 所以你想想看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创业者 就是无缘无故的 做得很好的时候 然后他发生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转弯的时候 是就相当于退皮的时候 风险是最大的 别人是最容易打倒他 那相当于残醉在退皮嘛 但是他们非得做 包括他们现在做的这个 为什么2C做得好好的 要做2B啊 我特别希望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真正的在做一些事情 为中国的这个金融风险控制 在做一些事情 他能够越过越好 好 谢谢